16号下午3点左右 一名陈姓男子租车带着友人 两人结伴来到花莲游玩 而途中经过受风伤的一间加油站加油 付款时发现信用卡刷不过 竟然直接踩下油门加速离开 而警方在货报后迅速锁定目标逮人 而男子则公称 是因为没带到钱才会突发奇想 想要加霸王油 白色自小客车加完油后准备付钱 工作人员第一次走进 跟驾驶拿信用卡后离开 发现不能刷卡 再度前往告知驾驶 这次加油员在驾驶座旁 停留了不少时间 双方似乎沟通无效 结果下一秒驾驶一踩油门离去 只留下加油员呆站现场 家霸王油警方也不敢轻呼 实施拦截 只见到驾驶开到花莲寿风 致命网美咖啡店打卡 还在车上睡觉休息 就被带个正着 没有给人家交签啊 对啊 那个时候身上没带钱 没带钱就好了啊 你干嘛你们干嘛 哎糟糕你们了 连油钱也要贪 警察听闻也直摇头 据了解16号下午3点多 男子开着驾驶车 在花莲寿风一处加油站加油 油箱加满918元 身上信用卡无法付账 加上当时身上没有带钱 临时起意 开车落跑 不甘损失 加油站报警处理 员工告知驾驶 此卡为无效卡 不料对方进仲彩油门 驶离现场 经调阅监视器 锁定车辆行进路线 于3月18日 在素丰乡 延辽村 南货 陈信南驾驶 经警巡后 陈南对犯行 坦诚不会 男子是跟有人一同前往花莲旅游租车代步 好好出游却惹出事端 后面行程恐怕只能在警局度过 内容多了 好感到 等会议 遮到 切叉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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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